好 剛才在休息的時候 我在想一些事 最近下午的講題是 如何面對 這個權威的恐懼 如果面對權威的恐懼 那我剛才突然有一個有趣的想法 因為我剛才有一點在剖析我自己 雖然我自己百般不願 也拾口否認 可是在世主的層面 好像我自己也變成很多人心目中的權威 是嗎 剛才子函主任在提到 對我而言可能我就是子函主任的權威 那對子函主任而言 可能他又是阿強啦 賽斯村的工作人員啦 的權威嘛 那比如說 對我而言 比如說可能我也是玉琦的權威嘛 那對他而言 賽斯文化的主編 佳穎也是他的權威嘛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是 的確不可否認的在我們生活周遭 我們一定會有權威的議題 權威的議題 比如剛才在上面 有個同學請我簽名 那後來他就說 他現在也是大家心目中的權威 因為他現在在擔任這個東華大學的副校長 剛剛有個學員 現在在樓上呢 等一下會下來 對啊 他也成為大家心目中的權威 所以我剛講 在輪迴轉世的過程當中 也許我們 曾經都 當過權威 也許我們在學習如何挑戰權威 各位 好 當我們說挑戰的時候 各位 好 你也不要覺得挑戰權威那麼容易喔 可以 你可以挑戰 那其實挑戰成功或失敗 是另外一件事 重點是 你在挑戰權威的過程當中 你學習到什麼 各位理解我要表達的 好 比如說 我剛才講那個思維 好 假設我 以我自己是一個所謂的權威好了 好 雖然我剛講 我自己 不願意承認 且忌口否認 而且完全 常常假裝不是 好 真的我講完之後 我等一下還是不承認 各位了解嗎 好 所以人真的很好玩 明明你是但你不承認 我就是不承認 不然怎樣 對不對 我就是不承認嘛 你要怎樣 好 那如果 以我自己 假設 是一個權威人物 那麼 我如何引導各位 來 破解 你面對 權威的 恐懼 好 就對子涵主任來講 好 呃 我們為什麼在面對權威的時候 有恐懼 各位 好 我希望 你們 能記得把它記下來 那 也許有筆記的人可以寫一下 因為 當面對權威 你第一個會 想到 他有沒有發現我哪裡做不好 各位 有沒有發現 人的心理出來了喔 因為 你對權威的 態度是什麼 各位 你對權威的 假設是什麼 你們仔細聽喔 因為你們對權威的假設 都是假設 如果你是權威 你會是哪一種權威啦 所以你用 你認為權威是 怎麼樣 要做為投射 聽懂了嗎 各位 可是 好 比如說以我來講 我真的是你心目中的權威嗎 對不對 比如說只談眼中的許醫師 真的是許醫師 全部嗎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你們 心目中的權威 其實是你們自己 的假設 這假設從哪裡來 第一個是你以前遇過的權威 它可能是你以前你的爸爸 你的長官 以前你的融為轉世 你的主管 或這一世你曾經遇到的權威人物 或小學老師的投射 各位明白嗎 所以你可能 把你爸爸的形象投射給我 比如說 對玉琦來講 玉琦如果把他爸爸的形象投射給我 那麼 請問玉琦在面對許醫師的時候 他就永遠會假設我在挑他毛病 玉琦你哪裡做的不好 玉琦 你哪裡 第幾頁第幾頁 寫錯字了 玉琦 你什麼地方很糟糕 有沒有 各位聽到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當你在面對權威的時候 你不一定真的在面對權威 你在面對你自己的投射 你認為權威這樣看你 可是人家真的這樣看你嗎 所以各位 好我們第一個投射是 當你在面對權威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有恐懼 因為你會假設這個權威都看到你的缺點 所以你的缺點被放大了 你哪裡沒做好 各位聽懂嗎 你哪裡沒做好 各位第二個 當你面對權威的時候 因為權威代表正確嘛 你面對權威的時候 你面對什麼 你哪裡做錯了 所以各位 很多人面對權威 就想解釋喔 解釋喔 比如說像 許醫師的工作人員 有時候 我在跟他討論一件事 他就開始解釋 我就跟他講 第一 許醫師不是在挑你的錯誤 第二個 你為什麼要解釋 我是在跟你討論而已 各位聽懂嗎 所以當我們面對權威 馬上有一個什麼 防衛心態 有沒有 我不要你看到我有缺點 我不要你看到我的錯誤 各位 可是 我常常開玩笑講一句話 各位 假設今天許醫師是副展科醫生 你來看我不脫褲子 我怎麼幫你看 聽懂沒有 你不露鳥 我正面對科醫師 我怎麼看你的鳥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那像我是精神科醫師嘛 那比如說來看門診 或來做心理治療 如果來告訴我一句話 許醫師 我來可是我不想告訴你有心中的秘密 我就馬上 變阿帕氣 姐的那個 翻白眼了 你來看心理醫生 可是你不想告訴他你內心的秘密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有時候 當你們在面對權威 你很怕他看到你的缺點 很怕他看到你做不好的地方 可是有時候對我這個權威來講 阿你不讓我看到你的缺點 我怎麼幫你 你不讓我看到你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怎麼協助你 阿你都講在我面子 只想表現好的地方 那我幫助你個屁呀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 你面對權威 你會願意把你的缺點讓他看嗎 不一定 聽懂了沒有 因為你的安全感不夠 這樣只能當我醫師 所以你以後一定要告訴許醫師 你哪裡做的不夠好 這樣我才能幫你阿 各位聽懂嗎 因為 你為什麼不敢讓權威 知道你哪裡做的不夠好 或哪裡遇到問題 因為你怕權威罵你 各位 聽懂嗎 所以我剛剛講到第三個囉 你都假設權威會罵你 權威會指責你 我們正在恐懼權威的指責跟打罵 各位 我們雖然現在 家暴的情況很少了 你不用擔心人家打底了 可是你還是怕人家打你 你更會怕人家罵你 可是我常常開玩笑跟大家講 第一個 權威不一定會罵你阿 第二個 他罵一罵 你會掉一塊肉嗎 各位 講句實話 像我們小時候 如果在外面 著涼感冒回家 發燒的 爸爸媽媽第一件事都是什麼 先罵吧 然後你外面 車禍跌斷腿了 第一件事先罵 叫你不要騎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有一個孩子 逆嘴了 他媽媽就開始罵 那孩子就說 你先幫我救上來再罵 各位聽懂有沒有 可是我們內在有沒有可能怕被罵 各位那是我們的恐懼喔 你怕被罵 但是我跟大家講 第一個 權威不一定會罵你 第二個 他罵你 他可能是對事不對人 第三個 他罵你 他其實在教你 你如果 我常常台灣話講一句話 你如果不想要給我罵 你就不想要給我罵 各位聽懂嗎 不像古典式的人 傳統式的人 他如果不罵你就表示什麼 他放棄你的 聽懂嗎 我連說我都不想說了 現在很多老師都是這樣阿 很多教育人員阿 因為一些貴下是不能夠打罵教育的嘛 那很多老師就說 阿不打不罵 OK阿 我就不講阿 阿不講是什麼意思 放給你死嘛 各位聽懂沒有 所以有時候對一個權威來講 他為什麼要罵你 他在罵你之後他在幹嘛 教你嘛 可是各位 你為了害怕被罵 你就沒有辦法讓人家教你 好沒辦法讓他教你 沒關係 你就等著辛苦嘛 明白嗎 也許我跟你講一句話 告訴你怎麼做 就省了你很多冤枉路阿 我指點你一下哪個部門 因為 你就可以省了很多冤枉路阿 你怕被罵你不來問我 對不對 我要跟你講你也不想聽 那你就等著辛苦阿 所以各位 你為什麼過得很辛苦 因為你把自己封閉起來啦 聽懂沒有 想要得到幫助又怕被罵 來小朋友你是不是 你就是這樣那麼瘦的 媽媽很兇對不對 以前其實沒有人 然後自己維持以前的 其實現在跟媽還是一樣 你看又在辯解 對不對 媽媽很兇對不對 怕被罵 各位 怕被罵就自己做就不敢問嘛 不敢問就摸索嘛 就錯目嘛 就自己吃苦頭嘛 各位聽懂了沒有 所以各位 當然第一個 權威不一定會罵你 第二個 他罵你 他不一定是在罵你 我常講他在幹嘛 教你 如果你能夠被罵 你就能夠被教 但是各位 權威也在學習阿 他能不能透過不罵你而教你 各位聽懂嗎 因為當那個權威發現 後來大家都不肯靠近他了 他沒有人可以教了 他就會開始改變了 如果能夠不罵你而教你 各位了解我第一次 因為大家都怕被權威罵 第三個 第四個呢 你為什麼 害怕權威 會面對權威的恐懼 因為你怕 剛講權威發現你不夠好 然後 對你產生負面的印象 多謝 第四個呢 km3